揚起尘土伴随着枪声 最硬叫召进入第七天射击训练 除了一无一熟悉的65K2步枪 踢拐四排用机枪也不能少 不过如今就有立委建议除了步枪射击 是不是也该将这款飞弹一并纳入叫召训练项目 地空飞行的俄军直升机 被不知从哪发射的飞弹精准命中 这个帮助乌克兰重创俄军的飞弹 就是人稀式刺针飞弹 攜带方便打了就跑 但台湾还见不到新阶段我们有的刺针飞弹 包括车载式刺针和双连装刺针 两者都有强大杀伤力 然而论隐秘性都远远不及人稀式刺针 存活性会更高了 因为他一个人可以躲在棋楼 可以躲在其他障碍物下面 通常一个人最低一个人 就可以搬着移动 但这款刺针飞弹 虽然我国已向美方 以133.7亿元价格采购 最快还是得等到113年才能交付 很多经过来都是如期来做的 部长挂保证说别担心 但防空系统要升级 暂时的通讯设备也得注意 在受掩护的通讯车上 接通电话想上网也没问题 这套新型野战通信系统 被寄望能改善用了20多年的旧系统 如今向美采购的绝标金额也曝光 总价新台币69亿9378万元 他既能在暂时建立完整通讯 也能在通讯不良地区来救灾 114年抵台后国军即便在暂时 也能维持有效率的指挥管制 TVBS新闻车出欢迎订阅 台北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